12月,我这里柑橘类正硕果累累,开始成熟 满树的橘子、橙子、柠檬给略写萧瑟的庭院增添了生机 还有番石榴虽然不是柑橘类,但结果计是一样的 几场透雨过后,夏秋水果基本都在落叶中 很多朋友开始张罗给果树施肥 那么此时真的是最佳施肥时机吗? 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同时我将分享几种有机果树肥料及施肥方法 基本属于懒人施肥法供你参考 先来讨论究竟什么时候是果树的最佳施肥时机 如果你只感兴趣施肥方法,可以直接拉到3分38秒 前一阵子种植朋友圈流行一系列文章 说的是秋季施肥最重要 因为土壤温度湿度合适 利于营养吸收以及根系修复 可以让果树在这个时期储存最多的养分 增强抗动能力,为下一年生长打好基础 听上去还是很有道理的吧 这一篇还说9月下旬到10月上旬是果树根系的第三次生长高分期 也是果树的第二次营养转换期 而一旦叶片发黄掉落,施肥没用了 因为营养无法储存到树体内 这个根系生长高分期和营养转换期应该是知识点 但这固定日期我不太敢苟通 因为我们知道世界之大 奈寒区分布十几个区 恐怕不好一概而论 即使在中国,南北方气候也差别巨大 于是我查了英文资料 几乎都在说早春是果树施肥最佳时机 特别是在萌芽之前 因为在新的花苞叶苞开始形成的时候 树木将进入养分吸收旺盛期 肥料在土壤里被转化吸收更快速 甚至有人建议 不应该在秋天施肥 因为如果这时候肥力旺盛 很可能会刺激新的增长 霜冻发生时就会带来损害 也有人认为落叶后施肥 尤其是淡肥 浪费且对果树休眠没好处 这样说好像也无法反驳是吗 但在我们旧金山湾区 很多种植专家和高手都是建议 在12月1月落叶后的冬天 给果树施肥的 因为此时我们进入了雨季 极少霜冻 大家认为雨水会帮助肥料 更好地渗透到根系 让果树有效吸收 从而在2、3月春暖花开之时 就有充足的营养 保证生长开花结果 这样的做法确实也是经过很多人 包括我本人实践 证明行之有效且没有明显问题 基于这些不同的观点和经验总结 对最佳时机我觉得很难给出一个定论 但有一些合理结论可做行动指南 春天生长旺盛需要营养 夏天需要提高作果率 并保证果施盆打气的养分 秋冬应该加强营养储备 非常希望大家在了解各方建议的基础上 结合当地的气候 做出最符合自己实际情况的选择 毕竟就像我经常强调的 自己的实践最重要 因为你的小生态环境和种植习惯 最终决定了你的收获 至于我自己 施肥时机和方法 是建立在肥料类型和水果品种之上 下面一个个来说 供大家参考我的思路 施肥前先了解一下什么是树罐滴水线 就是指树罐垂直下来到地面的这些线 因为我们给果树施肥 是需要施在滴水线周围 才能让树根高效吸收 浇水也是一样的 另外一点特别要注意的是 施肥时应该避开树干30公分以内的地方 如果是小树呢 则至少18公分左右 基本上肥料放在离开树干一尺到滴水线外野区域 是安全有效的 不同肥料放法略有不同 我慢慢来说 我用两类肥 复合肥和粪肥 先看粪肥 我一般用欧过的鸡粪 在落叶后的冬天雨季湿 也就是这个季节12月1月 先分享一个懒人施肥法 特别适合成熟的果树 像我这棵十几年的杏树 因为它们的根系非常发达 长得别地都是了 只需要把积分倒在适合施肥的区间 然后跟地表的土混合均匀 没有病的树叶也可以一起埋了 如果你有小耙子用就更省事 有时候可能会弄断一点根系 不用担心 适当断根也是促进生长的一种手段 然后就等着老天下雨 把营养带入地下根系各处 这样做肥肖也许略差 不过不会有太大问题 因为老树其实是不需要太多照顾的 对于像这棵果林三四年的富士苹果 前期没太照顾好 就需要一种比较精心的施肥法 在树冠滴水泻附近挖一个环形的坑 深和宽最好都是二三十公分 鸡粪倒在沟毫里 然后压上土 它们需要一段时间和土壤里的微生物和有益菌相互作用 才能滋养好土壤 刚好可以在二月树木蒙动时赶上营养需求的阶段 所以是合理的 湿润的环境更能事半功倍 挖坑也很容易 鸡粪用量要根据树的大小 像这棵我用了不到半袋 再小的呢就用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大树可以多一些 厚熟的粪肥Compost多一点没关系 不会烧根 这就是完成后的样子 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在滴水泻上挖几个小坑 这棵枣树我就等距离挖了三个 坑的大小差不多也是二十多厘米 每个坑里面填上一些积粪 并盖好土 然后就等待它们慢慢发挥作用吧 现在我们来看看果树复合肥 这一类我一般用在枝芽门发前和果树棚大棋 大概是早春和夏季 这个是专门针对柑橘类和牛油果的 这种丁子肥都可以用 当然最省事 但单位价格比较高 这棵小桃树正在落叶 现在用这个肯定不是最好时机 我一般会在一月下旬来用 我这一片有木屑铺面 下面还有防野草的布 食粪肥实在是太麻烦了 我就用这个 按理说它是可以直接垂地下的 但现实很难 我一般会挖一个小坑 埋到五到十厘米的地下 这个用量也是根据树的大小 我这颗呢就需要在对角的地方 再埋一颗钉子就好了 粉状的复合肥 我就用柑橘类的肥料做演示 这个现在用也不是最佳的 不过对还没成熟的果子增加甜度 还是有点帮助 空间小 我先做这一半 还是需要先花定一个施肥区域 离开树干二三十公分 到滴水泄附近 均匀撒上肥料粉粒 再用这个小耙子将肥料和土混合均匀 然后把木屑铺回去 另一边也同样操作 我最前面说的懒人施肥法 其实就是从这个方法而来 如果你那里雨少的话 就必须浇透水 我这里就全靠老天帮忙 在整个雨季慢慢滋润 另外如果有朋友的果树是种在草地里的 那你要当心一下 如果你有给草坪定期施肥 果树的根部将从草坪肥料中吸收养分 看你要怎样考虑养分均衡和避免肥害 果树不同的生长期虚肥不同 不同树林对养分需求也不一样 甚至不同品种也应该区别对待 这可以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课题 我们家庭种果树只能化繁为简 以最小的努力换取最大的收获 我感觉浇水可能更重要 而最期盼的其实是那些小动物们嘴下留情 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